几千年来 从世界上的各种宗教神话 到今天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都在讨论着世界诞生之前的样子 而无论是神话的虚构解释 还是科学的理论推断 都似乎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那就是一切始于尚未分离的黑暗混沌状态 实际上与其说全世界有着相似的神话 不如说是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大脑 所有人类都反映出了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 不论在何种生存条件下 我们的祖先总是不断尝试着 利用天文观测黑夜白昼诞生死亡 等等这些对自然规律的观察来理解世界 并最终将自己的解读融入到神话故事中去 玻利尼西亚人的神话也不例外 前面提到过夏威夷的死大神 都诞生于一团黑暗混沌的坡 其中第一个分离出来的创造之神Tarnath 在毛利神话里就叫做Tarnath 他是天空之父Roynui和大地之母Papa 所生的70个孩子之一 最初由于父母整天黏在一起 及天地尚未分开 所有的孩子都不得不生活在黑暗之中 虽然他们渴望光明 但唯一的办法是使天地分离 这样才能透进阳光照耀世界 一切生命也才能开始应运而生 于是兄弟们决心强行将父母拆散 轮番尝试推开他们 却没有一个能够成功的 最后是由Tarnath使用双脚向上登洞 才完成了这个使命 实际上这个动作正是源于毛利人对森林的敬畏 因为在他们看来 天地仿佛是被新西兰高大的树木所撑开的 简直完美象征了神的双腿 从此Tarnath又多了一个森林之神的名号 由于茂密的森林还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住所 所以Tarnath在毛利部落中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Tarnath迫使父亲成为了天空 远远地离去 而大地母亲帕帕则留下来抚养孩子 并孕育了世间所有的生命 今天毛利与土地Fenua就是胎盘的意思 所以毛利人将自己称为Tarnath-Fenua 以为大地的子民 帕帕还用黏土创造了第一位女性 并给她注入了生命 今天毛利人的传统问候方式 Honey就是来源于此 两个人鼻子的触碰就是一种气息的交换 碰鼻的时间越长 受到的礼遇也越高 同时半蛇猫蚁从海里捞起了一条巨大的鱼 转眼化身成了新西兰的北岛 而猫蚁驾驶的独木舟则变换成了南岛 并将东海岸温和的海水称为磁海 把西海岸汹涌的波浪叫做熊海 毛利人的神话还与农业生产天文观测交织在了一起 在下位一部分我们提到 每年的11月份 毛青团会在日落之后 从地平线上冉然升起 同时标志着新年的到来 而这一幕的寓意也被南岛人带到了南半球 同样发生在入冬时的新西兰 不过换成了每年的6月底7月初 毛青团会在黎明之前升起 由于它的轨迹比较靠近黄道 所以在毛青团上升后不久 太阳也几乎会在同一个位置升起 这就同时赋予了它引导太阳的作用 这么看来 Makariki的意义也变得更加重大了 下位一的Makariki到了毛利神话里就变成了Matariki 意思是神的眼睛 开头不是说到众神想要强行拆散天地父母吗 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那么不孝 众兄弟之一的天气之神就感到十分愤慨 但可怜打又没打过 于是只好跟随父亲而去 并挖出了自己的眼睛抛向空中 以表示对其他兄弟的蔑视 所以在毛利人的传统中 天气的不可预测性 就归咎于这个天气之神的失明 Matariki同时还有两个特别的意义 一个是根据星星的明暗程度 对下一年进行预测 越是明亮清晰 季节就会越温暖 收成也会越好 反之要是朦胧闪烁 就预示着未来的气候恶劣 另个则是为前一年的试者进行哀悼 念诵着他们的名字 因为毛利人相信此时试者的灵魂 会跟随Matariki从地平线落入冥界 在抬升到夜空中化作繁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面介绍南半球星空时 我们提到过 毛星团大约是由500多颗恒星组成 肉眼可见的数量 从几颗至十几颗不等 但全世界大多数文明 都不约而同地把它描述成了七颗 在毛利人的传统里也不例外 Matariki也可以只六个孩子环绕着他们的妈妈 还记得夏威夷四个月的新年假期和他们的鱿鱼游戏吗 毛利人的节日可没有那么长 多数游戏内容也都大同小异 少数会有独木舟跨栏那样的特色比赛 但最流行的娱乐活动还是讲故事和听故事 以及跳众所周知的哈卡舞 不过无论唱歌跳舞还是游戏 毛利人都和夏威夷人一样 并不是单纯的享受娱乐 而是用这个特别的节日传承祖先的故事 巩固传统的知识 同样不幸的是 由于欧洲人的到来 1900年以后 这里就很少再有庆祝活动 直到1995年 有复古独木舟从夏威夷远航到了新西兰 掀起了文化复兴的浪潮 才重新刺激毛利人恢复了Matariki传统 下一集 继夏威夷草群舞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毛利人文明于世的哈卡舞 又是一种怎样的舞蹈呢 感谢关注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